我给你们找我的 好 让我来听听是不是这一条 让我来听听是不是这一条 我们一起听 那个拿幼儿 嗨 恐龙 其实从第一天到现在 我发现和你相处的时间 其实是最多的 你自己也说 你是一个自我偏激又封闭的人 其实也挺好奇 你之前的女朋友 会不会觉得你有这些缺点 会不会觉得你幼稚 还挺好奇 你谈恋爱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的 自己受不了自己 我之前的女朋友 怎么说呢 当时 我也挺自我的 但当时那个状态 我可能会跟现在不太一样 我当时就是纯幼稚 你现在也可以 90% 你幼稚 因为当时是我完全没有自己的一个世界 就是我把它看得太重要了 因为当时真的是 我就觉得他就是我全部 但其实我也不后悔 因为我觉得他 有没有那种恋爱 我可能也没有现在的我 他是需要一个虐他的人 他有喜欢的人就不自我了 对 他有喜欢的人拿鞭子抽他都是可以的 所以他一直在强调自我这件事情 其实我还有个事想说 你说 就是我来之前 我也有听他们女孩子讲说 你对芽芽就是很主动 然后现在你看到芽芽跟灰灰 两个人是这个状态 我觉得你心里会不会有一些 不会 不会 完全不会 首先我对她当时那个情感是 在当下那三个女生里面 我最想了解的是她 包括当下我对这个 这次旅行的一个定义也是错误的 当下那个状态 是我对这个旅行的一个定义 就是一个爱情 就恋爱的 对 其实我明白过来的时候 就是下面快结束的时候 我就觉得青春 所以这个旅行的主题 不光是恋爱 不光是恋爱 还有友情 还有友情 还能收获一些我们 我自己以前没有见过的东西 对 就这样 没错 他真的成长了 他很清楚 这是一次毕业旅行 所以他放开了 好可爱 可爱是可爱的 心里面还是有点不舒服 别拆穿她了 静姐 年轻的也是要面子的 对 没有一直在挺她好不好 嗯 这世界很酷